黄家强近日成为网民剑靶 四处遭受攻击 近日 内地一个手机品牌邀请家强合作 因Beyond的经典歌曲《海阔天空》当中理念 与手机品牌理念相近 黄家居被看中作代言人 并获邀再次与家居隔空对唱 日前 该手机品牌的宣传海报在内已曝光 因家居的照片被印上海报 并以海阔天空四字做宣传词句 随即触动网民的神经 炮轰家强借兄之名片财 对网民的指责 家强通过公司发出声明 声明内容透露 家强是在今年初决定与手机品牌的合作 只当时家强不问酬劳 只要既能推广Beyond的歌曲 又能怀念家居才考虑合作 最后家强答应街拍广告 也于半年前收取合理广告酬劳 事后 更以兄长黄家居的名义 向四家慈善机构 捐出约110万元人民币来行善 声明中提到 这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商业行为 希望引发更多人的善举 没想到 竟被外却曲绝为骗财 希望大家清楚实施真相 不需要断章取义 损害一人 损害黄家强和黄家居民意 现在家强的经纪人公司 也向媒体晒出 捐给慈善机构的三张现金支票印本 证明家强一心为善事 不赢无辜 受到质责